統一師隊的王牌投手 都督潘威倫 在去年商譽復出 不僅在中華職棒有穩定的表現 在今年的經典賽也投出好成績 現在他即將挑戰聯盟的聖頭王寶座 我們來聽聽看他這一路走來 有什麼心得及想法吧 哈囉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潘威倫 你從2003年 也就是職棒14年 以選秀重元的身份加入統一師隊 也順利拿下當年的新人王 到現在已經是第11年了 你一直是球隊以來的先發投手 也創下許多連勝記錄 更累積了不少忠實球迷 你還記得剛加入職棒時的心情嗎 新人球技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實剛進職棒 對這環境其實是很陌生的 然後其實也很 當時候 因為自己以前打球 我確實沒有想到說會進職棒 而且又進到統一師 因為 因緣際會之下 然後 當時候被 在選秀當中掛上我的名字 其實當時是很驚訝 也很興奮 然後會覺得說 因為 當然統一在 當時是最理想的球隊 可是一直想說那時候因為有晉升對手 可能比較沒什麼機會 但是 一開始看到我的名字掛在統一師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可自信了 真的是我嘛 對啊 那這主要還是也是感謝球團在那時候對我的肯定 那讓我在接下來這幾年能夠在統一師 然後受到球團的重用 然後與栽培 然後能夠這些成績 那當然剛進職棒 一個新冷靜職棒有很多東西要去適應的 因為職棒環境畢竟跟業餘的時候不同 那還好我剛進來的時候 遇到一些學長啦 教練啦 都對我滿照顧的 那會在旁 對我做一些提醒啦 然後給我一些 他們以前的經驗 然後分享給我 那 讓我在 在新冷 新冷的球技當中 能夠有比較 比較快進入比賽的狀況啦 嗯 那 覺得 應該是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 可能就是 剛 第一次遇到那種 畜生球 然後 投一球就 剛熱身很久 就比賽前熱身很久 然後 投一顆球 就插到茂岩 就下去了 然後莫名其妙就下去了 然後就 那一場球賽就 最後結果是輸球 然後我就覺得 好不可思議 熱身那麼久 然後投一顆球就 對 承擔拜託 然後 那又覺得說 哇這個 是有點 有點可惜啦 可能 但是後來好像 也這個 這個 規矢好像也有 也有 也有修改過 那可能 接下來這種 問題也很難再遇到了 那 既然那時候被我遇到 我覺得這是我印象最深刻 再 我覺得 因為我說 進來職棒 一個新人進來職棒 他要面對的事情 很多 那 不管是球場上 整個私底下 還有整個生活作息 整個體能狀況的調整 那相對的 我覺得進來的時候 剛好 我們的體能教練 宜瑟教練這邊 幫忙很多 那 從一開始不懂了 怎麼去應付職棒場上的比賽 那 體能狀況的調整 還好都是他在旁協助 那 能夠這樣一路走來都滿順遂的 所以除了以色優教練之外 還有沒有特別感謝的人 當然有啊 就是像一些隊友 學長們 教練團們 剛進來一個年輕選手 其實那些學長 就是很 都很照顧這些學弟 然後 就是比如說你狀況不好 狀況好 要進來之後 比賽當中 或是你比完賽的調整方式 他們都分享一些經驗給你 所以你會覺得在第一年當中 你會很快就進入這個環境 沒有遇到太大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一路走來 我覺得要感謝人太多了 因為剛開始遇到 因為現在有可能當教練了 有可能已經退下來了 對啊 遇到一些學長們 我覺得很感謝他們 謝謝 聽完了嘟嘟 回想他新人籌跡的心情 您是否也想起了很多過往看球的經驗呢 下一段影片 嘟嘟將會跟我們分享 過往的107勝中 他特別難忘的比賽 拜拜 在下一段影片 公開 我們會期待